刚过了年京东就开始裁员了 几乎所有体系都会调整 京东科技 京东工业 京东健康 这些外围业务会大挑 开工第一天HR就开始谈话了 赔偿N加1 互联网企业 都在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没人敢吃老板 京东新业务的开展也不适宜 除了电商和物流 这几年京东的新业务 你接触过哪些 互联网行业以后赚钱会越来越难 负责公司的人事工作 一年下午两三点的时候 领导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然后跟我说公司的项目 因为去年的时候 一年都没有盈利 所以老板决定把这个项目给砍掉 那负责这个项目的所有的同事 都要被拆掉 我现在心里是一种什么想法呢 就是很忐忑吧 我是87年的 一年正好是我的被命连 36岁了 36岁的职场妈妈 不是很好找工作 我是同事人力资源的 我也知道 领导给我说的话是 所有人一个不留 我猜哈 我猜是因为我是人力资源部的 大家需要我去办这些手续 完成后续的工作 最后才把我拆掉 我怎么感觉我比我同事更惨呢 2023年上班的第一天 我老公被裁员了 当他得知到自己被裁员的时候 他的内心是非常的震惊的 这是他们公司经历的第三波裁员 然后他一度以为自己非常的稳定 没想到突然间就大刀就降落到他身上了 他们公司从最开始的200多号人才高 现在只有估计60号 670号人吧 就产了很多很多 我们真的钱刚好够 支出有时候甚至入步不出 所以很多时候非常的焦虑 所以很多时候非常的焦虑 要是因为一种事情 我们通过是中国的数据 我们可以務达在课程中 previous耳边的数据 我们ают一个一个人公司 估计大量的数据 我们在这边的数据 是八千岳的数据 广州隔岳的数据 下车 5千万 我们可以 五千万 我们下车 两个人 每个人 一百万 对不起您的钞票被回收 请与银行联系 我现在跟你们银行的 哪一个银行里面的5000块钱 一下要拿身份证 在整个队团这里 我去 那个洋河拿也没有 要身份证还限额 你们银行里搞的这个规矩 我拿一天的 你们没时间 我时间我有时间吗 大家好 我是南越恒山滑雪被撞的当事人之一 我们昨天去南越恒山 先派出所见到了肇事者 然后对方拒绝调节 然后下面有一段就是他们拒绝调节的录音 并且此次班山亭派出所认定此事为民事纠纷 不予立案 然后我们后续将走法院程序 对他们提起输送 以此维护我们的权益 联系后台 他是说运输途中的问题 但是他这个包装明显是没有 没有那个损坏的痕迹的 他这个应该是在厂家的时候就已经坏了 这几个是还是好的 我打开一个看一下 不在这里面 这个好像也是有一点点发霉了 你看 所以说他肯定就是厂家的问题 他在厂里面就已经已经那个了 变质了 他肯定不是运输途中的问题 有一点点 多一人 哎,有多少人 不是只有兩個 哎 快點 快點 好 好 我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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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置跟门见门停吧 都这么停的 停在外面就不收费 停在里面就收费 谁停里面毛病 这位置跟门见 要往仰字以后再会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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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今年的天 那我都在骨子我的天 是拍的哈 你看这是我 是拍的 我的天 我紫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